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青春也就这么长 可以遇见的人也就这么多 第一次喜欢上一个人 那时心跳会加速 脸颊会泛红 甚至紧张得连说话都会结巴 现在喜欢上一个人 聊几句暧昧的情话 道几句晚安 便可以开始一段关系 从前和一个人在一起 恨不得将自己的全部都拿给对方看 所有的故事都想要讲给对方听 后来和一个人在一起得过且过 往事不愿再提起 更不愿把自己的过往讲给对方听 好像越长大 我们反而越来越懒了 懒得重新交代自己的人生 懒得重新开始一段关系 懒得再去为一个人心里憔悴 不想再体会一遍刻骨铭心的冷漠和伤害 不想再让泪水浸湿了枕头 却还是换不回对方的心 不想再在深夜辗转反侧 却依旧想不明白 为什么 他就不要我了 至少现在不想 以前我觉得爱情是救命稻草 是人生中必不可少 后来我发现其实不是 爱情不过是锦上添花 并不能雪中送炭 也并非是生活里的必需品 当我明白这一点后 我就开始学会释然与接受 接受爱情的不请自来 释然有些人得悄然离开 对待感情也变得不再强求 你来我不躲 你走我不留 大概就是这样 我喜欢你时 你也喜欢我最好 如果不行 那就算了 我的一个朋友 大学毕业后的几年里 一直没有交男朋友 身边人都劝他都出去走走 总之我在家里 怎么可能找到他男朋友啊 每当这时 他都不在意地说 不急不急 好男人都留在后面呢 但有一次他和我说 其实他也想有个男朋友 可以逗他开心 陪他难过 他也不想一直一个人 可是他又会本能地抗拒 一个陌生人进入他的世界 了解他的一切 东西 他的优点 以及缺点 而他需要去习惯对方的习惯 适应对方的脾气性格 到最后 等发现对方不如自己想象中的完美 又要一拍两散 一想到之后 他就觉得 还是单身来得自在些 不必在意另一个的喜怒哀乐 安全感都来于自己 我知道 朋友之所以会这样想 是因为 他太怕一段感情所带来的患得患失了 他怕得到的又失去 所以宁愿从未得到过 他怕分手 怕将就 怕竹篮打水 异常空 曾看到过一个故事 有一对情侣 女生喜欢看恐怖电影 男生则喜欢科幻题材 于是每一次看电影 都是女生提出看恐怖片 男生满脸的不情愿 最后在女生的撒娇吵闹下 只好陪女生一起看 可每当在看电影时 男生不是在心不在焉地玩手机 就是看到一半 就睡着了 结果一场电影下来 最终男生觉得无聊 女生觉得男生敷衍 最后两个人分手的那一天 女生说 以前以为电影一定要和你一起看 才会觉得快乐 现在我明白了 我强加给你的 却从来都不是你想要的 是我错了 从今天起 我一个人也可以好好地看一部电影 不再需要你陪我了 所以 你看 爱情是陪伴 只需要彼此心里 明白对方不会离开 希望我如履薄冰迈出的这一步 能让我们步履不停地向前走 我知道 你会害怕 害怕分手 害怕不辞而别 但你要相信 总归还是会有人 用最质朴的方式喜欢你 不是套路 也不是撩你 是那种很喜欢你 想对你越来越好 总会有这么一个人 出现在你的生命里 从此你的世界只有暖阳 我常常一个人对自己说晚安 我常常一个人对自己说晚安 多想能够一同面对黑夜的半夜 或许你我之间隔着一片大海 而我这里 从没出现过一艘去你那里的船 所以我 把温柔都给你 所以你 从来都不会在意 在最想你的时候 对你说晚安 出现的却是令人心碎的桥段 我常常幻想你我牵手在海滩 可这画面总被你沦漠一次又一次的淡乱 所以你 从来都不会在意 不在意 所以我 从来都不在意的晚安 或许你 从注定永远不分 才让我尽快要遇见你 才让我尽快遇见你 然后毫无准备地失去你 这些天台不如雨 太多得不到的东西 如果是我的出现 如果是我的出现 如果换了你的夜晚 那就晚安 我会尽快遇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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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滩 可这画面总被你的沦漠一次又一次的淡乱 所以你 从来都不在意 所以我日本 vessel 不在意 所以我 从来都不在意 即使你 从来都不在意 当日的晚安 或许命中注定永远不分 才让我尽快遇见你 才让我尽快遇见你 然后毫无准备地失去你 或者是你初见不如雨 而不至于 一遍如泥 或是命中注定有缘不分 才让我继愿悄合遇见你 然后毫无准备失去你 这世间太不如鱼 太多遭遭的东西 比如你 如果是我的初线 揉拦了你的夜晚 那就晚安 呼水 没事 谢谢 asp 来 来 来 on